本節目內容只代表個別嘉賓及主持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大家好,跟大家說個Hello Hello 今天很多人,但不見了一個方鐘 不見了 心有事 我們今個星期專題說哪一套 心中聚 你是哪一位? 我是Well Sir 我已經不見了幾集 你為什麼不見了幾集? 你去了哪裡? 我又失蹤了 失蹤了什麼?去了日本 對,我去了找陰陽師 在京都那裡嗎? 它是一個專店嗎? 這個也是 這個很棒 我們多謝Will's 去日本也只顧著我們 我有找你的節目聽 在日本那裡 對,看到的 要不要爬牆 不用,不過是浪費一點 數據 有沒有日文版 我又不覺得 你試一下吧 如果有日文版,很棒 今天Will's又回來 給他一點掌聲 很久不見了 這邊就是班長阿Bill 對,Hello 跟大家說Hello 接著就是 你旁邊的是哪位? 對,我是進擊的女人 不是 進擊的女人 進擊的女人 女人就是巨人 這樣說 原來是真實 我已經明白的 進擊的女人 其實不是 我聽到你的聲音 其實有咪是好聽的 對呀 不知道 我的聲音是好聽的 對呀 我的聲音是好賊的 對呀 這是進擊的女人 那旁邊的 你哪位 我是熊貓 大家好 熊貓 你其實是不是想過來一次 還沒想過 還沒想過 就算你想過 你也沒想過 你也是 我們有同貓貓 其實我們有很多貓 熊貓 你這次 不是在那裡代替 熊貓 我就是等你上來等很久 不要這樣說 真的 為什麼 因為熊貓 熊貓 其實我覺得你對 有很多題材 適合你講的 為什麼 你是教造型 服裝 你爆我這些出來 那你自爆 你自爆 這個 每個人都知道 陶貓貓就是化妝很厲害 陶貓貓化妝很厲害 陶貓貓化妝很厲害 因為電影和服裝很大關係 對 例如是 《科幻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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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有研究過這件事 很多電影都是 有些很特別的設計師去做的 你說這些是否適合你 我們這個電影有毒 其實最重要 想像一些電影裡面 還有很多很有趣的內容 可能一般的影評人 基本上他沒有這種範疇 所以他未必會這麼了解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專業範疇 你可以說到他棄之所在 有時候 尤其是造型 我們是經常想到一個角色 是很依靠一些造型師 去將造型出來 你知道嗎 有一個日本很出名的造型指導 是很喜歡香港片的嗎 真不知道 是呀 很出名 奧斯卡的最佳造型設計 他很喜歡香港片 你沒聽過嗎 沒聽過 有沒有搞了 他來過香港搞什麼 慘了慘了 這次 開了名字 和田惠美 我聽過 和田惠美 他第一部來 他是黑澤民的服裝造型 京城四百年 他也有份 那部拉那部 他的衣服是否正開避 是呀 我最喜歡的那部 那麼你在香港 你喜歡他設計那些 那些 你說一些 即他的戲那些 它第一部 你有看過過 第一部 第一部是嗎 你不知道 和田惠美第一部來香港的電影 做造型的那部 叫做白髮魔女轉 是呀 那樣成名 一定有看過 難怪 也是白髮魔女轉 林晶夏的造型是她做出來的 是不是很棒啊 當然啦 然後宋家瘋 原來你引我說這件事 編劇很出名 編劇很出名 有英俊啊 英俊金言紅 沒有人說過我英俊 不過男人說我英俊有什麼用呢 是嗎 不是 那個和田惠美 他後來都有很多部香港電影 例如宋家瘋朝 最近好像有幾部他都入了 好像畫皮2他都有份設計 內地現在都 因為他香港片的幾部都很出名 而且他很喜歡香港片 那個就像李華澤 捉那些故事那些造型 可以讓他很痛快地去設計 因為你要知道 他原本是黑澤民的那些 黑澤民那些其實是很拘謹的 他那個導演強勢很多 他要這樣做就這樣做 但是和田惠美那些 其實那些衣服 還有他用的質料都很棒 所以這些你可以 你會看到其實香港的電影 為什麼會這麼吸引呢 其實聚集了很多不同的精英 不單止就是香港的 外國那些都有很多的 所以我們下次找你來講這些 這些電影裡面的造型 尤其是你自己都講的 科眼片 是吧 很厲害 我們今次就講 因為叫女人戲 因為這部戲 我覺得不得不提 但是不得不提的那些時候 我們原本是同貓貓 你很討厭 不過沒有辦法 他要開工 他頂別人的工作 好像是幫忙 對 工作其實是對的 但他好像說 一會兒可能都會找你 因為他看了之後 有很多東西說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東西說呢 就是 咦?你好像一吻嘴笑 因為她是女人 這麼簡單 是不是這麼簡單 是不是 《進擊的女人》 說女人 女人有很多東西說 不單止 因為我覺得這部心中最 還有 因為我想心中最吸引 就是這個作者 是一個女作者 你是不是也有她的名字 嘩 先 我都錄下了 讀手 真的不太懂讀 那個 Gurl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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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n 兩個N字尾 我不太懂得 發音 之前的那個 Gorn Girl Gorn Girl 去年看 我也很厲害 大家看到 都覺得 很厲害 那部戲 不過奧斯卡 他都沒有什麼 提名 都不太對 對 有點可惜 對 可惜 關鍵 因為他這種 其實奧斯卡 你聽我們說的奧斯卡 那種得獎 用塔羅牌來分析 因為他始終 奧斯卡這個獎 他們都很講 那個 不單止工業的 他那個叫做 有一種 中派上的 他們是要求的 那些 Gurlian 是有些 很反宗教的 斜斜的 對嗎 還有 又說女人大了 那些 可能很傳統 即是不適合他們聽 這些 不是 他現在都很開明 但是始終 你會看到 整個獎子裡面 他的意思 他的衝突性 他們有時候 都說 不用理 不用理 其實都是 會有些 潛移默化 有這些 在那裡 所以我覺得 這個 今次 因為我們 那時候 都沒有什麼 講到 今次 藉著 方中聚 不是 心中聚 出來 少女 少女方中 方中何處 我覺得 香港認得真的很棒 叫做 心中聚 又回應失蹤罪 接著他第三部 又不知道什麼 中聚 不知道 因為 這個 這個 都是 今次 心中聚 都是 都算是 這個 作者 第二本 是很厲害的 故事 但是厲害不厲害 又有不同看法 這樣 這個女人都說了 先讓阿彪說 先讓班長說 好 你好像 看完之後 都 因為 之前你都說 有一套 叫做 失蹤罪 對 失蹤罪 導演拍得 非常之懸疑 大會分散 因為拍過七宗罪 所以 人們就期望這套有點像 這是新動演 對 這是另一個導演 開頭 其實開頭 我自己覺得 比較悶 但是 到後面的戲肉 其實是可以的 你說 好不好看 我不會說好看 還是不好看 只是說我覺得可以 但是 開頭 我自己的感覺 折就慢些 但是你看一下 你都害怕 害怕 這裏沒有害怕 但上次那套 失蹤罪就害怕 所有男人都害怕 多害怕 這裏也害怕 這裏也害怕 這裏被人說你是有罪 這樣就是這樣 如果你投入了那個大佬 但是 他的角度 是由女主角度的角度 比較多 沒有那個男人的角度那麼強 是 那Will,你又怎樣看 我一回來香港 第一套看的就是這套戲 那 突然想回到日本 我也是 我也是和淘媽媽一起看的 所以我們看完之後 我想 聊了一個小時左右 即是說一套戲 因為 即時真的有個感覺出來 真的好像 兩個看法會很不同 他們也說了 有機會因為她是女性的角度去看 可能跟我們看有些不同 我有點像Bill說的 因為真的會被 失蹤罪那個才有為主 會以為 會不會是同類型的一些經歷片 那 還有看了附近的電影 也不差 那時候的感覺也 但是我自己看 我反過來 我覺得開頭吸引一點 但是到中段就開始有一點 節奏慢了 還有 我感覺不太有一個意欲 他說他再知道結果 你覺得其實 都是 意料中事 對 有一點意料中事 還有那個過程查案其實不曲折 沒有什麼人阻擋的 我想最可惜就是 少少雷聲大 就是她那個Q級 即是殺人俱樂部的那群人 我開頭有些期望 他們會多些參與 發揮得夢 對 我開始就覺得 為什麼這套戲有點像 生活 開始的東西 所以我跟桃媽討論 她都說 其實她正正很喜歡這種 生活味的拍法 她喜歡 其實她說她看到美 她喜歡的故事 我想她代入了 對 所以我想是女性電影很不一樣 是不是呢 我想問問你們 進擊的女人 你講一句 我覺得 其實都覺得 跟班長 跟Will的角度去看 其實沒有什麼驚喜 真的很平鋪 很靜聚 其實過程裡 你們都是 看得到的 猜到的 整個故事 一直達下去 完全沒有嫌疑 沒有曲折 我覺得 是沒有 之前失蹤最好看的 她的尾尾 其實都是一個很大的不同 不過這個不穿繞 對 OK 那你呢 Panda 我想 最初最吸引的 就是女主角的造型 她的造型 我真的睡著了 然後再醒來 那你就不完整 你可以這樣說 那她找了她的爸爸 你知道嗎 我知道 從頭到尾知道 我想我是睡著了 一、兩分鐘 那又是 不過不同了 因為這個法國導演 她不是拍攝經歷片 其實她是攝影師出身 她的視覺 她有經歷片 她有經歷片 其實她有 之前發覺那套 叫做Ward In 都是有少少說一些經歷的 另外有一套 叫做Sarah's Key 就有少少的格局 像這套戲 我發覺反而 感覺好像吸引一點 現在看電影 但不知道她是怎樣 因為那套 應該是去年的電影 是的 那再補充 還有些什麼補充呢 那又是 去到尾段 都有一些覺得精彩 中間是跌下去 還有跳 不是 那條片 那套戲是否有點太長 不長 不長 還是因為我睡了 失蹤最長 失蹤最長 失蹤了 又是因為之前的Gone Girl 太吸引了 所以帶一點期望 跟她們一樣 比較了 是的 那你需要補充 同貓貓 那種興奮的 那些東西出來 已經發了一些短訊給你 是的 她也有 嘩 為什麼寫這麼長 我不知道怎麼說 但是我記得 跟她聊天 那其實她會 留意到 那個倫常關係 比較重要 就是她發覺整個故事 她看到一件事 就是看到那個因果 就是她感覺到 如果這樣 這個倫常說 如果說家庭 我們可以下一節說 很好 那我想問 其實我收貨的 因為這部戲 我覺得她拍在那裡 有很多很細節的東西 其實我都是因為 Gone Girl的原因 來看這部戲 而我今次看這部 我反而更加覺得 這個女作者 她最棒的 她不僅僅是說男女的故事 她還說了一個 她叫Kenneth 那個地方 就是近著那裡 她那個 你會發覺 兩部戲 都有一些 就是那些叫風土人情 她是做到一些關聯 還有我後來看一些資料 她都是說 她用回她自己的本土 她們那個地方 那些文風 那種世界 寫出來 所以最出名的 都是因為這件事 還有 還有一件事 我覺得很有趣 我想問問大家 你可以下一節答 現在這個 查理斯花朗 我覺得是good casting 但是我就懷疑 她會不會是一個 first casting 拍電影 我想大家都會知道 選角是很重要的 現在我覺得 查理斯花朗 她做得很好 那個角色 但是我想問一下 會不會她是一個 第一個選擇 這些我覺得是 她是個癮的 而且你會看到 這部戲 對於她來說 對於查理斯花朗來說 我想她很注重這部戲 她的演出 是啊 因為她是監製的 是啊 咦 監製的原因 那我們下一節回來 看看有沒有這個 你們心目中 有沒有這個想法出來 好 我們第二節回來 再跟大家說 這套叫什麼名字 《神宗祭》 差點說了《失宗罪》 或者是《七宗罪》 都是錯的 正式來說 是叫做《深宗罪》 咦 我們的阿日哥好像很忙 不知道現在已經過了十八分鐘 我們要不要 我們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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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去拉牆 先去拉牆 先去拉牆 我們要去拉牆 我們要去拉牆 然後我們要去拉牆